車子 車子 大家好,我是小魚 今天不是來介紹車子 是因為老闆娘又花錢買東西了 其實也沒什麼啦 就是我也想要 你是不是也很想要這一組 其實就是這個也是剛好最近有一個新聞有爆出來 貼了一張紙在人家車上說 講說我們社區裡面沒有改裝車 那你這改裝車進來然後造成帶壞我的小朋友 小朋友一直想買你的摩托車 然後這樣問題 然後就覺得說是帶壞 同樣的我也是被我朋友帶壞 我有一個朋友 在我宜店來這邊的時候 因為我的電視沒有音響 他就說他有多一組BOSS的音響 然後就借我們 然後自從我聽過那個音響以後 我耳朵就懷孕了 沒有我們一開始還有他的耳機 我們Uber就有耳機的時候 就覺得還不錯 後來我又去買了 就是先聽了以後 後來我去買了無線的藍牙耳機 聽了藍牙耳機以後 他的音質也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敗了 結果在這次的過年剛好有活動 所以我們就 老闆 老闆 你辣掉了 你在去年這些Bibes一組了 沒有那個 那個只是一個小電視的小音響而已 那因為那就是有特會 去年就敗了一組了 對就是一個小音響 然後就想說電視音響而已 然後就想說要買個重低音 結果我們就買了 我們買了一整組的重低音 所以等一下組裝完之後 我們應該可以先開個趴一下吧 應該是可以啦 過年要幹嘛 就是要開趴 對啊 這一組的話是700的型號整組 然後就 我透露一下 這次我大概花了 五萬七左右 但是我們要謝謝 好多人贊助我們 我們拿了一些的紅包 所以我們沒有出到那麼多錢 那算贊助 那個就是剛好過年有一點 小拿了一點紅包 所以說我們就拿了紅包錢去買了 加自己貼了大概一大部分 去買了那個 希望不要影響到我改六代戰的費用 預算應該會被砍半 預算會被砍半 要延後延後 對對對 那我們就先把它裝起來囉 那時候再把那一份 都可以去那裡 但是但是我還是有一點 那時候在一起 吃到東西 比較好 對 我在這裡 那時候 那時候 可以 好,經過了一番波折以後呢,我們終於把它裝好了 它其實還蠻難的,然後它的,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的音箱,重低音箱在這裡 然後我的主機在那裡,然後我的電視在那 然後後聲道的在左右邊兩邊 因為我拿電面在使用啦,所以就會比較 不過它那個音質,最後還有一個校正喔 它給附了一個像耳機的東西,然後做校正,然後校正完以後裝好 我現在問題點發生了在於說,我的電視機呢 好像太舊了,它沒有那個HDMI的那個音源輸出線 它的輸出線只有一個3.5R或VGA的 可以捐電視給我嗎? 他在想,不要聽聽他亂講啊 我覺得我們又去了一台電視 所以呢,反正我們現在電視呢,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還是要體驗一下 那我們也體驗一下,我們就來看個 看個那個 一集玩家 一集玩家好了 因為我看他們展示劇,我最喜歡用看一集玩家 所以我們就來看個一集玩家 然後來看一下好了 還是我們要師傅的 我要看什麼 沒力了 沒力了 有一點音效喔 所以現在已經是晚上10點了 他那個音效啊 他那個感覺啊 跟震動感那個都非常好 那當然啊 那個放音樂的部分呢 當然也是非常的很好 所以我可以在家裡搖擺了嗎 他早上已經使用了那個 站立 那個誰 站立啊 什麼站立 阿妹的歌啦 阿妹的歌 然後他已經在那邊搖擺了 活著 我們要活著 老闆娘氣笑了 氣笑 那他這個震動呢 已經震到我那個玻璃櫃 我那邊的玻璃櫃 玻璃櫃已經有點像 在震了 所以說如果太晚的話 可能那種地音效 我可能要做關掉 那其他部分就 反正 錢都花了 這個音質 就是耳朵會懷孕 那 老闆老闆老闆問你 如果師父 如果紮杖一起出來的時候 他在門口直接連線的話 噓噓噓噓 這個事情不能跟他講啦 到時候他會吵我 噢 什麼 那個 減掉 咔嚓 因為他的 簡單來講 這個他現在的音響呢 全部都是用Wi-Fi 在做設定 不是做藍牙 所以說他的Wi-Fi 自己在控制 所以你的手機 如果在我同一個Wi-Fi底下的話 我只要開起來的 只要連到這網路 我就能控制 這一個 這一個BOSS的音響 所以 只要我開放功能 給大家連的話 那大家都能連 連到的時候 就算你在 附近的話 你只要連到網路 你就能控制這台BOSS的音響的放歌 那你就可以手機開始放歌 然後我在裡面就會聽得到了 當然這個功能 我們不會平常 不會隨便開放 那他可以鎖起來 那這樣 那這個只是簡易的開箱 就是 新年 就已經 先拜下去了 就先留 就錢包都空空了 那 對啊 就是我們買個音響來玩玩 對啊 那我們下次記得換電視了嗎 蛤 不然我們電視怎麼辦 不得看啊 老闆娘沒得花錢啊 電視那個 夠大了啦 夠大了啦 但現在不得看 現在是沒有聲音 我先跟你講 你一開始想買空拍機 結果你的空拍機拿來是做 醉機 烘炸機 烘炸機 還想再看你吃嗎 不不不不 然後現在你看他想音響 他要買電視幹嘛 真的是 為了影響啊 設備升級 喔喔 那 反正大家就這樣啊 那個簡易開箱 沒什麼 不專業 交給專業的 只是我們那個耳朵想要更舒服一點 我們想要找他把老闆叫起床的音樂而已 好啦 好啦 這是廢片 所以我就不上字幕 也不想 就這樣啊 好玩就好啦 掰掰